我们国家应该说是从2020年12月15日 新冠疫苗重点人群接种工作开始的 那么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 那么接种量不断增加 那么目前我掌握的数据是 目前接种计次已经超过了1000万 总体来看全国的新冠疫苗接种平稳有序 在这个接种过程中 各个地方探索了很多很有益的一些经验做法 有的在常规接种门诊的基础上 设立了一些临时接种点 有些地方探索把这些临时接种点 设置在大型的体育场馆 那么有的还是开通了网上的预约登记服务